继续来关注巅峰使命 珠峰科考 青藏高原及周边高山地区 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被称为亚洲水塔 昨天科考团队走进绒布冰川 我们来看一看昨天科考工作的最新进展 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科考团队 这个是我们的3D激光扫描营 我们通过这个激光扫描 就主要是扫咱们这个冰川表面的形态 这是我们无人机 我们这两个是结合的 无人机工作原理不一样 但是同样是要获得冰川表面的形态 荣布冰川是一条典型的富士山谷冰川 由东中西三条冰川汇合而成 它的全长有超过25公里 咱们珠峰北坡 咱们荣布和刘玉 我们做过统计 咱们的冰川总的条数是87条 但这个条数很有意思 跟20年前比的话68条 它增多了 但是冰川的面积是在减少 它增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冰川 一笑容之后就变成小冰川了 所以它数量增多了 我们现在5300这个区域 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工作 我们明后天就会上到6350到6500 我们同样做我们3D激光扫标和无人机飞行 然后呢我们又挖雪坑 采集雪样 分析它的污染污等等的